时光音乐会3即将开启录制,节目掌握了流量密码,采用了一些新的突破,结合了前面两季最受欢迎的歌手,并且开辟了新的形式。 五位常驻音乐合伙人,两位男歌手,三位女歌手,男歌手张杰、许松。 张杰是内地实力男歌手,演唱会常常爆满,高音穿透性很强,现场观感极佳,成为了近几年内地热度最高的男歌手之一。 许松算是一位时代的眼泪歌手,创作才子,可惜的是因从节目亮相较少,热度不高,但也不低。 女歌手戴佩妮、徐佳寅、余文文,戴佩妮前不久还获得榜中榜最佳女歌手的奖项,她是一位创作才女,之间参加我们的歌刷了不少的热度。 多年来也是属于不温不火的人气圈层,有才华有实力,经典曲目有,就是缺乏了一些人气。 徐佳寅参加过歌手,被很多人熟知,和湖南卫视颇有渊源,好听的歌曲很多,人不算很红,人气不算非常高。 余文文在浪解三节目之后,人气加持度非常高,个人演唱会也比较受欢迎,但是经典曲目很少, 不少余文文的粉丝应该就只听过她的体面,个人魅力很强,会的乐趣很多,也是才女的存在。 整体三位女歌手都是创作才能的歌手,相比于第二季的孙岳,梁永祺,田振,缺乏了部分资历,可能有为时光的寓意。 节目还设定了新的玩法,每一期都会请一到两位飞行嘉宾来到,这些飞行嘉宾的身份是常驻歌手的时光好友。 首期节目录制模仿第二季,开场邀请人气高的歌手。 第二季前面几期有邀请邓紫棋,作为话题引流,让关注节目的人更多。 第三季首期邀请的两位歌手是周深和毛不易。 周深作为第二季节目的主要收拾来源歌手,不仅贡献了自己的现场实力, 更多的是身兼多职,要互动还要串脚,是第二季节目引流的关键。 而毛不易在声声不息港月季的表现受到较多好评,人气上涨,也是节目引流的关键。 第三季首期节目请来这两位歌手,无疑是给节目上了一把安心锁,热度什么的就不用担心了。 两位歌手在歌手当打之年也曾同台竞技过,可惜的是没能合作。 时光音乐会三将开启好友合作模式,会让常驻歌手和飞行嘉宾之间有合作歌曲。 所以毛不易和周深有望在时光音乐会三的舞台上实现合作秀舞台。 但是遗憾的是,两位歌手不是常驻,应该只会录制一到两期节目。 录制时间在八月中旬,播出时间在九月,神声不息港月季二也即将在第三季度筹备。 明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